李克强达沃斯演讲 欲意外两美国议员公开呛声 9月19至20日 在中国天津举行的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让外界嗅到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论坛上发表主旨讲话后 有两名美国议员公开质疑 中共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平等对待外国公司上官说不做 广告李克强在论坛上发表主旨讲话说 应该坚持多边主义 单边的贸易行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 各国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就在李克强发表讲话时 会议参与者收到了一份邮件衬 参加论坛的两位美国议员将在李克强讲话结束 后的30分钟内召开一个临时记者会 他们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伊萨戈罗伊萨 和来自美国印第安那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基塔 查德克提这两位美国议员表示 强烈支持川普特朗普与中共进行贸易对抗的行动 呼吁北京停止偷窃和作弊 并及时采取行动 让中美贸易暂停火罗基塔说 美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是基于可靠证据 并经过深思熟虑且合情合理的 中共领导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平等 对待外国公司的言论没有什么轻易 我不确定中国人的谚语是什么 但在美国我没有句话说 光说不值钱行动才重要 如果盗窃是错误的 如果欺骗是错误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接受他 伊萨则说光说没有用 要有行动才行 我们现在要的是行动要求偷窃和作弊的行为停止 在中国有数百个知识产权案例 已经积压了几十年年复一年 这些案例从未得到审理 因为如果他们做了将不得不承认中共已经做错 雷伊萨表示 中共没有遵守加入世贸组织WTO时做出的承诺 如果要兑现承诺的话 中共当局必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这些关于知识产权的案子能够及时处理 香港南华早报趁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谈判员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副主席卡特勒 Wendy Carter也在会议间隙发表分析说 川普已经与墨西哥就修改北美自贸协定 NAPT达成协议 而加拿大也释放出可能做出让步的信号 同时欧盟与美国达成协议 承诺在飞汽车类产品上实现零关税与零壁垒 韩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将与华盛顿签署贸易协议 随着川普与这些贸易伙伴在解决分歧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预计今后将会把更多矛头对准中共 北京很可能将在贸易战中陷入孤军奋战的危险 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开幕前几个小时 川普总统刚宣布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10%的关税从9月24日起开始生效 明年1月1日起关税将上升至25% 几小时后 北京方面也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5%和10%的报复性关税 中文字幕征收 中文字幕征收